哇 各位朋友 我看到兩位 兩位腳踏車的夥伴 大家有看到嗎 熊貓跟Uber 這兩位都是存人力喔 哇 沒想到他們 在士林 他們不好是 住在士林 要去台北差那邊跑還怎麼樣 哇 超有趣的 沒想到竟然在這邊碰到他們 哎呀 糟糕 這邊我過不去 我要過馬路了 各位朋友 我接到第一單了 不過我會把他接起來 雖然說2點多公里49塊錢很糟 不過因為是第一單 這是我開市單 所以我把他接起來 現在4點38分我才剛到 快到老地方 的等單點 不過我已經接到了小紐約披薩 那這單要送2.5還是2.6公里 只有49塊錢 但是因為我迷信齁 第一單都是開市單 所以不論金額多寡 我都會把他接起來 所以我現在要去接這個 我要去小紐約披薩取餐啊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玉山銀行旁邊 南京東路 那我剛才已經送完了 我的第二單 第一單開市單 小紐約披薩 送完之後 馬上接到一單 這個台北車站的 所以 馬上收了齁 其實應該是夾單 但是他第二單的夾單 我就沒有接 因為24塊而已 那我現在其實不太想要 就是 這麼拼 這麼衝 怎麼 就連夾單我都接受這樣 我現在是比較會看一下金額 這樣思考一下 今天也是順其自然 然後 冷靜的接單 因為今天是 今天禮拜六齁 算是我 這麼 這麼久以來齁 第一次跑 禮拜六這樣 的晚上這樣 今天其實天氣蠻涼快的 我希望 不要下雨 這樣涼涼的 讓我至少就是 順利的 跑完 回家這樣 好 那我現在 我準備要再回到台北車站 那邊去等單 因為台北車站的單 真的蠻多的 真的蠻多的 哈哈 好啦 我要過去了 台獨列車又出來走囉 他們從西門町 跑到這邊來 也真的蠻厲害的 各位朋友 今天這個單喔 系統給單給的很亂喔 我人呢 在這個 星光南西附近 結果拍了一張那個 明生東山 啊 不是明生東啦 明生山的麥當勞 明生西路的麥當勞給我 插了一整個捷運站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拍 啊 不管啦 反正今天禮拜六 可能禮拜六 什麼怪事都有 所以那我現在要過去 取餐喔 我要去明生西路 雙連站 那邊去 取一單 麥當勞 好好玩喔 奇葩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華英街 這個靠近老地方 我送最後一單過來這邊 現在是8點31分 哦 沒錯 我已經下線了這樣 啊 我今天也是 還蠻精算的啦 算得好好的這樣 嘿嘿 就沒有 沒有送太久 送4個小時 啊 4個小時 整 各位朋友 整整整4個小時 然後 今天 呃 今天一樣齁 就是 10星300的 10星300的跑法去跑 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還跑了17趟 那當然連燙獎一起拿到 呵呵 那邊我下禮拜一要跑的話 啊 燙獎 就是大縮水 因為是10趟 給我看一下 10趟多少錢 呃 大縮水齁 10趟220 這樣子 所以那 我下禮拜一 就是鬆鬆的跑 輕鬆跑 這樣子 好 那麼8點32分 今天下班下班的 非常非常的準時 啊 因為也下雨了啦 剛剛雨超大 現在雨變小了 好吧 那我就不練戰 喔 不練戰 回家 各位朋友 太強了 真的是太酷了 哈哈 居然在台北可以看到 如此奇景啊 騎摩托車居然撐傘 哈哈哈哈 太厲害了 哈哈哈哈